Hello,大家好,我是大肥大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Lululemon的运动裤和休闲裤的合计 就不是紧身裤有哪些选择 因为有一个小伙伴在评论区要求我了 所以我就赶紧入一个休闲裤的集合给大家 我这个小八甲 我强行搭配 因为这是Lululemon的小体劲 因为我今天穿了一个 这个样子,这个颜色的鞋 所以我就这样 因为我发量比较少,没有特别痛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7款Lululemon的休闲裤 那第一款先介绍的两个裤子呢 就是这个Schange的7-8和Jogger 那它俩的区别呢 就是看下面的裤腿 这个就是一个平脚的 然后它是有一点锥字型的裤腿 然后这个呢,下面是这种松点袋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 那它们的特点呢 就是Luxstream的面料 这个面料在Otheride Places和Wonder Under的 这两条紧身裤上都有用 但它是添加了安伦 所以它除了有这种弹力以外 它也会更舒适一些 它也是一个快速排汗的面料 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高腰设计 它这个腰部是Lulu的面料 就是罗杆面料 所以你穿起来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不会有滑来滑去 或者是磨呀扎呀等这些感觉 这两条裤子都是 前面是有一个抽绳设计的 很多人不喜欢抽绳外露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穿过来 就是它这里面是有孔的 你可以把这个绳放在里面 也是可以的 就看个人的需求了 那这一条 这两条我也都有买 我有买一些彩色的 我把图片放在上面 我觉得在出差呀 或者日常休息了 日常休闲穿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在上班之后 突然想去运动了 没有带紧身裤 或者健身裤 那你其实穿着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运动面料 第二条要介绍的裤子呢 是这个Dance Studio 它呢是一个Swift的面料 是一个双上弹力的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隐藏口袋 隐藏口袋里面是可以装媒体设备的 如果你想听歌啊 或者是装耳机啊 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会比上一款裤子的面料要薄一些 因为你运动之后可能运动短裤湿了 但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套上这条裤子就走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轻盈 也非常的舒适 同时呢 它在臀部和腿的内侧 都是有一个不同面料的拼接 能看到这样 就是说 它看着就普普通通的黑裤子 但它这种小设计还是蛮有趣的 它这个下摆是有抽绳可以调节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调节它的长度啊 或者是把它收口收得更紧一些 这条裤子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穿起来也很好看 而且不现年龄居穿 下面要介绍的这两条裤子呢 叫E-SPEC-IN 一个平角的切割 然后另外这一条呢 是下面是这种 有一点松紧道可以调节的 这个就更长 它俩都是亚洲设计版型 这个裤子的面料是Swift 所以Swift特别的轻薄 然后也非常的快干 就是你也一样的 就是你在运动之后 如果是里面的健身裤湿了 可以直接穿上它 就出门的 非常非常的清凉和舒适 这款裤子其实 它虽然看着是运动面料 大家其实也可以在正式的场合家穿 就有的时候我会拿它搭一些西装外套 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是一条运动裤 因为它这个面料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夏天的时候可以穿 下面平角的这个呢是一个中药的设计 这一款呢它是一个高药的设计 两款 下面呢就是最近超火的Scooba长裤和这个Relax State 然后Scooba呢可以跟Scooba的那个外套去搭配成一套的 内侧是有加绒的 它是一个浑纺的拉绒面料 所以是里面会有一定的厚度 在秋冬的时候穿比较适合 然后它下面是这样送进袋去调节的 这个我发现它搭EBB的背心超级好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去搭短款的小背心真的是绝了 很有气质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它下面会有一点点不同 你看它下面这个是个混法毛圈棉 它没有加绒就整个都是毛圈棉的 它下面这个松紧的部分呢是一个偏宽松的感觉 然后两侧呢也是有口袋 平时穿就可以 也是带抽绳可以去调节的 但这个Scooba的话 它是前面带一个抽绳 这个抽绳一样的是可以 如果你想外面平整一些可以把它拿回来放在里面 这个孔是可以来回穿梭的 所以其实这今天的这七条休闲裤呢 最厚的就是这条Scooba 因为它有加绒 其他的就Eats最轻薄最舒适的就是Eats the King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休闲裤 Rulemon的休闲裤如果是Swift的面料 那它都是最薄最轻盈最快干的 然后其次呢就是Lux Dream会就像Jugger那个系列 就都是稍微的会有一定的厚度 Dream的面料加了一些安纹 最后呢就是这种毛圈棉浑放 或者是这种毛圈棉拉绒的 毛圈棉拉绒就是最厚的 好了 休闲库的知识就科普到这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想知道的 如果我知道我也会给大家出一个视频 去做一个详细的接待 我是大爷大肥 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